美国东北部造风一连串暴风雪侵袭 沉雪速度赶不上降雪速度 波士顿二月份雪量更写下当地历史新高 影响所及 纽约和波士顿各机场超过1800个航班被取消 日本政府今天宣布 由于担心伊斯兰武装组织攻击 已经暂时关闭日本驻夜门大使馆 目前市管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到邻国卡达 在日本驻卡达大使馆内办公 外务省也已经要求在夜门的所有日本人进行撤离 欧元区财政部长终于再度集会 商讨希腊债务问题 希腊新政府立求在会议中修改欧盟提供的纾困计划 希腊首都雅典昨天至少1万5千人上街 拒绝新政府摆脱准结枷锁 寻求更加的债务解决方案 一项采取封闭系统的苹果公司 将全面开放iwork免费使用 只要线上申请iCloud的账号 就能使用1GB的云暖空间 不再局限自家iOS用户 外界解读是为提升市站 拉拢安卓微软用户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本集成功 与证明文字幕 李宗盛 与证明文字幕 李宗盛 声高文字幕 李宗盛